大家好我是东巴行为今天我们来讲全员OMG的228话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5000个赞支持UP主一下吧 这一话呢基本上都是在交代剧情啊 所以我们就讲简单一点 虫组织在全世界的战争已经打了一段时间了 这天呢阿根廷的前线又发来捷报 表示国内啊已经彻底肃清了虫的势力 在此次战役中大出风头的又是之前的那个军事公司十字商人 他们现在的国际影响力之巨大 已经可以说是应对虫组织这方面的代言人了 然后呢这个正在播出的日本新闻节目 请了个军事专家来做采访啊 主持人一上来就问了一个非常二逼的问题 哦哦我们日本人啊对于军事企业不是很熟悉啊 那能不能麻烦您介绍一下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公司啊 哎呀这个就很简单嘛 那军事公司的业务就是负责重要人士的安保工作 啊啊啊卧槽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日本人什么都不熟悉 阿布桑阿布桑他才会背 哎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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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总之呢就是那个军事学家表示 十字商人目前的业务啊已经遍布全球了 不过他们的法人代表倒是极为神秘啊 可能是因为怕遭到报复所以说从没有露过脸 哦这里说到的法人就是前几话出现过的那个 被读者们猜测是网马本体的男人 此时镜头一转来到了一处全员比赛的举办地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studio的地方啊 现实中好像是一个用来演出的小剧场 可以容纳两千多人 之前一段时间呢好像还倒闭了是怎么回事而来着 说到今天的两位斗技者那来头可都不小啊 一位是奶鹿集团曾经的王牌选手 显速大师初剑拳 另一位则是折断过冰市冠用手的武术打人 金田秘密眼病毒的创始人金田莫吉 虽然今天的实力明显要拉胯一点啊 但他们两位都是曾经参加过淘汰赛的传说级选手 则毫无疑问是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啊 但是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灭汤老头的护卫英山居然亲自到场观战啊 他还在不停的坐着有关安保事项的笔迹 旁边在和他聊天的墨镜队长 他们两个小时候都和加纳是同气生啊 这时米莎莎也出现了 他居然称呼英山为七代目 也就是说英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成为了灭汤之牙吗 我估计啊他是在冰冰叛逃过后被临时抓来当替班的了 三个人了解了关于今天晚上戒备的事情 初见和今天只不过是在打一场普通的全院比赛 那完全不至于动用两位灭汤之牙级别的战力来巡逻啊 英山提到那个死之商人的代表 据说今晚会来到这里 并且与全院一方的势力展开秘密会议 英山还猜测对方可能是想借助全院的力量来对抗重组织 因为全院不仅包含了灭汤老头强大的私人部队 还有像吴义竹这样的强力外援也应邀到场待命 三下大帝此时正在观众席里预测着比赛战况 估计他老人家一会儿也会参加那个重要的会议吧 话说至此初见和今天的比赛已经正式打响 不过裁判挥手示意过后双方都没有急于进攻 12人的流派都是由古流柔术演变而来 虽然他们的动作看起来都谨慎的要死 但内心里啊说不定已经做了好几轮的博弈了 哟 才刚说完 今天就选择了率先出击 只见他同手同脚向前踏出一步 突起两根手指迅速击出了一发突刺 不过还未等这拳打中 今天又换成了左手打出正拳攻击 可是这一拳也只是冲到了出剑的面前就停住了 后双全程是面无表情一动都不动 只是重心看起来有点稍微朝后仰 现场的观众们根本就看不出其中的门道 还以为是今天在试探性的出拳 他们纷纷鼓动出剑赶快还以颜色 那殊不知今天此事已经快被吓要了 不是他不想打呀是根本就打不到 出剑在今天发动攻击之前啊 就站在了他的攻击范围之外 很明显这个老的已经可以熟练的运用仙之仙了 而出剑还是那一连轻浮的表情说道 哦这个什么仙之仙的用起来还挺简单的嘛 看来啊他已经和对抗战时期的王马一样 只是把仙之仙当作是开胃小菜拿出来随意炫耀一下 真正厉害的技术可能还在后面呢 说起出剑这个人的实力 可能很多人都对他被迦纳秒杀的黑历史耿耿于怀 但是那已经是四年前的事情了 当年出剑好歹是奶木集团的最终武器 是被用来和灭堂争夺全院会长之位的棋子啊 他最早也是被认为拥有成为牙的天赋 但是出剑这个人早期的意志力过于惯善啊 导致他三天打鱼两天赛网 每到要打比赛前才选择临时抱佛脚 也就是所谓的天赋顶级却跟不上版本的更新 而今天这边嘛 呃我记得两年前啊 他好像研究了个什么诱导玉族之类的技能啊 但还是打不过连认真都谈不上了王马 那么这场势均力敌的对决 究竟是初见秦渠今天 还是今天被初见暴杀呢 请期待下周牙八指精心编排的剧情吧 本话结束 请期待下周牙八指定 请期待下周牙八指定